打这种水云头 我们这里要50块钱一个 但很多师傅一看到这种网线 要么扭头就走 要么打成这样 和他们的价钱 他们都不愿意打 不过钱给的太多的情况下 办法总是会有的 比如这种剥皮打法 又或者四星打法 也有一些聪明的会像这样 七类线转成五类线再打 这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但是这种网线 平平无奇 就连小胡我 也不敢打得太多 那七类水云头到底难在哪里呢 接下来小胡我 就一步一步为大伙揭秘一下 七类网线的难点 七类网线第一难点就是 对工具要求特别多 打五类和六类网线 只需要一个水云头 一把网线钱就可以了 但打七类网线则需要 因为夹水云头一个 水晶户套一个 网线估价一个 拨线器一把 剪刀一把 尖嘴钳一把 还有七类网线钱一把 画出五类六类网线钱 到底能不能打七类水云头呢 我后期会讲到 好了 开始吧 先用剥线钱缠到位圈 把皮给剥了 剥开皮后会出现一层金属变质网 大多人会觉得 这些金属变质网很耐心 都会把它给剪掉 但是这些可不能剪掉 这些网是做频率用的 所以我们要把它捋下来 捋完毕后 就把包图网线的 铝箔频率层给拆开 拆开后 剪刀就可以上场了 把这些铝箔频率层 统统都给剪掉 剪的过程我就跳过了 剪完后我都差点忘了介绍了 7类线还有一条D线 这个也是不能剪掉的 我们要把刚才捋下来的 金属变质网和D线缠在一起 一会做接地用的 缠完后就开始结网线了 这7类线不有好之处就是 不像5类6类线一样 还有白橙 白绿 白蓝 白中 作为区分 它直接就4条白色线 这张新手很容易搞混 我不知道这样设定有什么意义存在 把线都拆开完后 这里难度就来了 我们要格外的注意 这8星必须要捋得非常直 如果捋得不直的话 后期打水银头成功率会降低50% 很多人把这个细节给忽略了 所以我这里就放大图片细讲一下 待会看 1,2,3星之间 明显是有缝隙的 尤其是3和4星之间 缝隙更加的明显 只有5,6,7星是没有缝隙的 这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 待会跟着视频继续往下看吧 由于存在缝隙的原因 我就按斜的剪线 网线之间的缝隙也是很明显的 导致我每次塞的时候 第三星总是跑到第四星的位置 这就注定了 网线已经孤不畅了 不管你怎么尝试 只会让网线变形的更加的厉害 这就是7类水银头 第二难处所在 这个时候你会想到一根一根的塞 这种方法我是不建议的 因为这样只会导致网线的缝隙会越变越大 你后期打水银头的成功率又降低了20% 这就是7类水银头第三难度所在 我这里用了个补救方法 就是用剪刀重新再剪过一次 剪完之后 我们再对比之前的缝隙 是不是明显好了很多 就这样 我轻而易举的 把网线骨架给上到位了 它好后 我们就拿水银头来参考一下 网线需要剪掉多长 对比好后 我们就用剪刀给剪掉 接着就迎来 7类水银头第四难度了 由于7类水银头太粗 上水银头的时候不要硬怼 需要像我这样轻微的上下摇一下 这样网线才能卡到位 很多人就喜欢这一步硬怼 这样只会导致网线变形的越来越厉害 我这里之所以那么轻松 那是因为我前面的工作都做足了 大大增加了网线入位置的概率 我这里是全部到位了 然后用7类网线前压几下就可以了 压完毕后再用尖嘴前把硬尾夹给夹好 7类网线前也可以夹硬尾夹 但是我这人用的不太习惯 所以我就用了尖嘴前 夹完毕后我们就把多余的金属变质网给剪掉 好了一个7类网线就给做好了 做完后我才发现我忘了上了水晶户套了 于是我这里又补拍了个镜头 但我看来上这种户套意义不大 只是美观罢了 如果你的水晶头变形了 这种户套还是上不了的 好了户套就这样上好了 然后我再说一下普通网线前 到底能不能打7类水晶头 答案是可以的 我这里就用普通网线前打好了一个水晶头 那为什么很多人说普通网线前打不了7类水晶头呢 那是因为7类水晶头还分两种 一种是全金属的 另一种是半金属的 如果是全金属的水晶头 用普通网线前来打的话 会像这样直接被压坏的 要是半金属的水晶头的话 就不会被压坏 好了 以上是我个人打7类水晶头的经验了 感谢大火一路陪伴